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 3月18日 今天已經是 星期六了 剛剛過去的星期五 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國際人權法庭 將普京列為通緝犯 下領 逮捕普京 同一時間 應該會說 北京和莫斯科 同一時間 宣佈習近平和普京 在下個禮拜會舉行會晤 中共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計劃在下個星期一至星期三 即是20日至22日 訪問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引發 東西方緊張局勢之際 這個表明 他對俄羅斯侵略的支持 在同一時間 總部在美國的 國際人權法庭 對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發出拘捕令 他已經成為一個通緝犯 這個 國際人權法庭 總共有130多個國家簽署 總之 普京一去到這個國家 就會被逮捕 原理上 所以普京也不會再去這個國家 當然中國應該就沒有在這些國家簽署 因為如果他簽署 沒有理由去那裏 見他 我們上一節就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德國 以及法國 不可以再跟普京有什麼私底下的接觸 打電話給他也應該 不合當 當然不可以公開訪問莫斯科等等 我們要看看這次的習近平 這個宣布 要去莫斯科訪問 要見普京 即時 國際人權法庭 就對普京發出拘捕 這個很明顯 是對準這個政權 對準這個普京的 習近平接下來就很尷尬了 因為 他 即將要跟世界攻敵 是會誤 如果你跟他有什麼共同宣言發表 習近平 都等同 這個世界攻敵 也是通緝犯 的一份子 西方這次的一部棋 可以說是 對 普京的一招殺著 雖然國際人權法庭 表面上是沒有 法力的效力 因為 實際上誰去執行呢 美國不會執行 問題就是 當普京受到通緝的時候 主要是鼓動他國內的反對力量造反 例如發動軍事政變 國防部長 少依股 或者 前線的總指揮 格勒西莫夫等等 又或者 沒有那麼高級的 或是在克里霧林宮裏面的圍隊 總之 有人肯 起義的話 就可以把普京送上國際法庭 而這次這一著 我們也可以說 西方世界 已經是團結一致 要先滅 俄羅斯 之後才會出來炮製中共 中共在這個緊張關頭 訪問莫斯科 可以說是自取滅亡 我們看到 現在全世界的關係那麼緊張 會不會 西方就是等你 習近平 去到莫斯科 跟普京會悟 因為 你不可能跟普京躲在陰暗的角落 在地堡上進行會面 一定是克里霧林宮 會不會在這個時間 西方國家 對他進行外科手術式的切割呢 跟當年 蘇聯 威脅要用外科手術式把中共切割一樣 當時1969年 珍寶島的戰爭爆發 中共的軍隊 解放軍 奪去了珍寶島 殺死了島上部分的俄軍 蘇聯士兵 蘇聯的領導人 當時總書記撥列日利夫 蘇聯的領導人 說明要用核武器 移平北京 以及中國沿海的30多個城市 等於一個外科手術 將中國切割 徹底把中國的經濟摧毀 當時 阻止他的 其實就是美國總統 尼克遜 尼克遜當時警告貝利日利夫 你不要亂來 你這樣做 美國不會放過你的 原來 中國是 中國最大的敵人 這個美國 亡我之心的美國 救了中國一命 否則中國就給他最好的朋友 用核武器教訓 我們看到最近網上的說法 就是我們 交錯了朋友 我們這幾十年來 交錯了朋友 找錯了敵人 我們的所有領土 不見了300萬平方公里 全部在我們最好的朋友手上 我們最大的敵人 和我們最敵對的敵人 原來是一直扶持我們的 包括入世貿 再早一點的就是建立一個清華大學 建立一個協同醫院 為中國免費送上月營肝炎的疫苗 等等 一系列的幫助中國脫貧 幫助中國走上正軌 使得中國開始自負 其實真的很好笑 這個敵人叫美國 原來扶持了中國很多很久的敵人是美國 反而中國最好的朋友 就是曾經在1969年 想用核武器 幫中國做一場外科手術 切割中國的所有手手腳腳 大家都覺得 這個真的很可笑 也很可恥 有中國的政權 西方國家其實會不會 想想 在這麽關燃的時刻 投下一枚核武器 一顆核彈 其實是很簡單的 把莫斯科 以至克里姆林宮附近的地方移為平地 這樣 即時解決了兩個世紀的魔頭 解決了人類的禍患 為全球70億人帶來很長時間的和平 只是區區犧牲少少一個莫斯科 就可以做得到 其實比起當年向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更加實際 我覺得美國真的要認真考慮一下這個動作 雖然這樣做 可能對莫斯科的 有少部分人 尤其是反對普京 反戰的朋友 是 不公平的 但是 但是 也可以大家想想 當年為甚麼要扔廣島和長崎呢 是不是每個當時都是 戰犯呢 是不是當時都覺得 侵略中國 侵略全世界是對的呢 未必的 很多可能是普通老百姓 為甚麼要找他們陪葬呢 為甚麼當時可以做了決定 現在不可以做更加大的決定呢 日本皇軍當時對於世界的禍害 究竟有沒有現在的習近平和普京帶呢 我認為是沒有的 這個問題真的很值得大家討論 這個真是以前的電影叫做《殺神特攻》 他那個口號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的 Q1 Save 1000 是不是 這次不是 Q2 Save billion 不是1000 起碼有幾十億人 全世界 可以得到很長久的和平 不單止整個歐洲會即時覺得公平 安全 歐洲七億多人口 會即時得到解放 而亞洲的一個國家 有十幾億人口的一個國家 起碼會得到解放 那麼犧牲一點 我覺得也可能是值得的 不過 現在的 左膠橫行 有沒有這樣的大智慧 我就不敢說 因為 要一個 民主國家在這些時間動用核武 做一場外科手術 其實當然是很高難度 但是 亦都不能夠百分百排除 因為 這次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普京 自從開戰以來 神出鬼沒 從來都不敢 讓人知道 曝光他的位置 他的行蹤 甚至乎 他是一直都不敢用手機 原因就是怕被美國斬首 因為一旦使用手機 或者使用電腦或者上網 他的行蹤就會曝光 就會被美國定位 如果這次 你要 接見習近平 沒有理由你躲在地堡 像老鼠一樣 躲在陰暗的角落裡面 是會見面的 一定要在 莫斯科 紅牆招呼他 這樣才有氣派 這樣就對了 一顆導彈就搞定了 一顆核彈就搞定了 如果你說不用核彈 覺得要殺太多人 就做幾顆導彈 只要將 整個克里姆林宮 移為平地 沒有什麼不中的機會了 這件事情 可能我們天馬行空會不會想得大一點 但是 很難說 我覺得現在的拜登其實也挺聰明 特意 將他塑造成 通緝犯 消滅通緝犯 沒問題 不如炸了 炸了 買一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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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個獨裁者復發 也不是壞事 全世界 可能 即時 會有一個很大的鼓舞 可能 瓊斯指數一天就升了萬點 很多東西都會 很多人慶祝 可能 康彈即時就炒過100倍 這樣也不一定 最少 即時可以結束俄烏戰爭 不用再很多人生靈淘汰 所以 是不是天馬行空 是不是真的未必呢 我覺得 不是零機會 雖然這個機會率低一點 但是也不是零的 因為現在這個美國政府 我覺得 相對是比我們 估計之中 是有作為的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